大家好,养惠兰的花友应该都知道惠兰是比较难开花的 所以在秋季的养护就显得尤为关键 秋季养护的好,惠兰才更容易长花苞开花 那么秋季养护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补足凝甲肥 那么补足凝甲肥一定要在温度下降之后才补 不能够在高温的时候补,高温补的很容易产生肥害 所以我们在温度下降之后给它追溼凝甲肥 就是凝刷金甲给它页面喷湿就可以了 每7到10天喷湿一次 等到惠兰长出花苞 这个花苞已经冒出盆土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停肥 不能够再施肥 因为你施肥或者是施了一些淡肥 很容易造成花苞生长不良 这是第一点就是施肥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秋季天气比较干燥 我们盆土一定要及时的补水 盆土干了就马上浇水 然后要适当的真光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但是也不能够强光直射 强光直射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 很容易灼伤叶片 所以放在一个闪色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就可以了 再加上秋季干燥 天气比较干燥 南花又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的给它喷洒水 来增加湿度 当然了还要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这样惠兰在秋季才更容易分化花芽 长花蕾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